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邻舍们 也许你们听过 他们有些人这一年里面 如果就有一次去到教会的话 那会是在什么样的季节里面呢 圣诞节到教会当中 看看教会是怎么样庆祝圣诞节的 耶稣基督真正的意义 什么意义呢 带给人的是怎样的盼望呢 我们今天要借着今天的经文 让我们来思想 关于这个圣诞节 在这开始 十二月份开始的时候 上帝要借着这一段的经文 在我们心中里面的基因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 让我们今天可以坐在神的家中 坐在神的殿中 我们知道这都不是偶然的 我们知道我们人是何等的有限 可是我们如今坐在神的家中 坐在神的殿中 这真是我们所能为的吗 主我我们感谢您 让我们知道 主您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 今天我们也要更加的来明白您的话 在这个季节当中 是您的话温暖我们的心 激励我们的心 主要您就现在 圣灵跟我们众人来同在 亲自的运行在这里 让我们不论是讲的 不论是听的 让我们都能够同得益处 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 阿们 刚才读了这一段的经文 路德记 我常常 我相信在教会里面 牧师讲到正道的题目 新约远远的多于旧约 这是一卷旧约的经文 这一卷书 我也是很久之前 讲过路德记 今天我们讲 第三章 再一次的讲到路德记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么的熟悉 这卷书 刚才所读到的经文 你们是不是也明白 什么事情在发生 还是很狐疑 如果你还不是很明白 这个前沿 这个背景 也建议大家回去的时候 今天回去 这一卷书 总共有四张 非常短小的 一卷经文 让我们看见 这一卷书 那上帝那极大的恩惠 我们今天看到 这一卷的经文里面 我们知道 这个拿厄米 我们知道路德 她是个磨牙的女子 你从第一章里会看到 他们这个 伯利恒的一家人 去到了外族 去到了外族当中 因为他们躲避饥荒 因为外族那面 可以给他们有宝族 结果没想到 那里面 遭了极大的患难 那拿厄米 他的先生也死了 两个儿子也死了 留下两个儿妇 儿媳妇 都是磨牙人 一个儿媳妇 留在本地 磨牙地不回来了 路德跟出了拿厄米 要回到国立行 因为拿厄米听见 上帝眷顾他的百姓 赐粮食给伯利恒 拿厄米 就要回到他的本乡 伯利恒 伯利恒是个什么地方呢 刚才我们唱诗歌 也唱到 耶稣基督要降生的地方 这是拿厄米的本族本乡 所在的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 第三章里面 是拿厄米准备为路德 为他 说找个安身之处 说我打开你的圣经 我们前面说 因为整个第三章 又太长了 所以我前面的几节没有读 你们看见 你看路德的婆婆 就拿厄米对他说 一开始 第三章开始 说女儿啊 那时候算起来 路德那时候 大概有二十三四岁的样子 跟拿厄米一起 回到国立行的时候 说我不该为你 找个安身之处吗 是你想福吗 拿厄米就为了 为了这个路德的婚事 开始为他来谋算 所以我们所看到 那里边 波阿斯是他们的近亲 是拿厄米的先生 叫伊米比勒 他的叫伊利米勒 他们的本族的一个近亲 拿厄米就为路德计划 想要达成路德和波阿斯的婚事 波阿斯是他们的 是伊利米勒 他们的近亲 我们看 拿厄米是怎么为路德来计划的 我们知道 这些西伯来人 以色列人 摩西给他们留下了一种律法 你们也曾经念新约里面 耶稣所讲的一个事情 其实是萨都该人为耶稣的 他那时候跟辩论 说没人没有复活 然后那些萨都该人曾经讲过一个说 有一家人有七个弟兄记得吗 那老大那个哥哥 然后娶了一个妇人娶妻 然后那老大就死了 死了之后呢 要为给这个家族留下后代 说这个第二个兄弟 就要娶这个女人做妻子 结果第二兄弟呢 也死掉了 然后他们的老三就要娶这个女人做妻子 然后就七个人都娶了同样一个女人 然后这萨都该人就会说 将来复活的时候 他们都复活了 这个女人是谁的妻子呢 因为他们七个弟兄都娶过这个女人 所以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 能够知道希伯来人 摩西给他们留下的律法 让我们知道说 他们是要为这个敬前的这个家族 神所拣选的他的子民 你要为他们的后代 要让我们知道 要让这个家族 神是借这个家族来施行拯救的 使这个旧奔能够传到全世界的 要留下近前的后代 神的子民 神的百姓 你看这边 路德所做的是什么呢 所以他也是拿恶米为他安排的 要嫁给他们本族的一个人 本族的一个近亲 好为这个家族能留下这个家族的后代 你们看路德能够跟着拿恶米回来 你看他就说 凡你咱们开始今天读的 你的经文里面看见第五节 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 而且我们知道路德回来的时候 他跟拿恶米说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不要拦阻我不跟你回去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所侍奉的就是我要侍奉的 你看他能够按照拿恶米 拿恶米所吩咐他的 能够去存行 你看这面 按照拿恶米去做的以后 你看经文里面 在跟波阿斯所相遇的时候 他怎么跟波阿斯说 我是你的卑女路德 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 我们就要那个衣襟 那你看路德 他跟着拿恶米回到伯利河 因为我们最震撼的 就是前边的两章里面 路德所向拿恶米所表达的 他要跟着路德要回到伯利河 回到拿恶米的家乡 那个敬拜耶和华神的土地上面 来敬拜这位神 来跟随他的本族本家一起 来过这样的日子 敬拜上帝的日子 有这样信仰的日子 那你们想 路德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呢 他神是外族人 他本是外邦人 是拜其他的偶像的 拜其他的神 他哪里有这样的信念呢 我们从整卷书里面 如果你仔细去读的时候 把这个故事读完整的时候 你们会看见 他这个信仰是从谁来的 这种从拿恶米来的 拿恶米是坚定的信靠这一位神的 他之所以能回到 要回到拿恶 要回到伯利恒 也是因为他听见了 与和华眷顾他的百姓 赐粮给伯利恒 他就要回到本族本乡 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也能够影响别的人吗 也能让别人 能够体会到 感受到我们的信仰的力量 所给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一切所思想的 所遵从的 我们的思维 思想 我们的行动 是什么在驱动我们呢 是什么在指引我们呢 是什么在引领我们呢 我们看见 这个拿恶米 所给路德 所带来的深刻的印象 他就要跟拿恶米 一起回到这个家乡 一起要敬拜 拿恶米所敬拜的上帝 你看见 他说 求你用你的衣巾 来遮盖五毛 其实是我们这里所表达的 路德 从拿恶米的身上 所感受到的 所被影响到的 是他也对这位神 有这样的一个盼望 他这里讲到说 你看 这里面 波阿斯所表达的 其实就是 那位救主的形象 我们救主耶稣的形象 给我们一个影子 他说 他对波阿斯说 求你用你的衣巾 遮盖我 衣巾所表达的 就是保护 联合的意思 当你想到衣巾的时候 你在新约的经文里面 什么也没有想到这样 一句经文 说上帝曾经也是想要 好像母鸡 保护小鸡一样 用他的翅膀来遮盖 遮盖小鸡一样的 来保护我们 可是上帝责备以色列人 说我想用 何尝我不想用翅膀来遮盖你们 来保护你们 可是你们竟不愿意 脱离开神的保护 那我们得到的结局会是什么呢 我们也知道以色列不听神的话 他们所遭受的困难 苦难 是什么 让我们看见这里面路德 他渴望 他渴望 说跟波阿斯说 你用你的衣巾来遮盖我 他是对这份信仰 这样的盼望 拿恶民所说的 他去遵行 他想要遮盖 他想要保护 他想要有一个更好的将来 那是什么呢 当我们可想的时候 当我们渴望的时候 弟兄姊妹 你们会觉得吗 当我们头脑当中 当我们思虑当中 我们盘算什么 我们计划了什么 就会要带出我们的行动来 是这样吗 因为我们不是心虚走肉 我们有思维 我们有意志 上帝所赐给我们的 赐给我们自由的意志 我们可以有正确的使用 我们也可以有抵挡神的使用 顺服神的抵挡神 哪样我们要选择 使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呢 我们有一个盼望 我们盼望什么呢 你看 路德他盼望什么 他渴望保护 他渴望从这位上帝得到恩惠 得到联合 他在这个家族里面 他有一个可想 我们要更多的来看见 他要可想什么 你看 这就是第三章里面 所描绘的 也就是拿恶迷 所为他来谋算的 为路德所谋算的 刚才我们的经文里面 也已经都读到了 你看 波瓦斯说 女儿啊 第十节 看你们的经文 女儿啊 愿你蒙耶和华赐福 你末后的恩 比先前更大 因为无论少年人 无论贫富 你都没有跟从 所以你们看 波瓦斯管路德叫什么 怎么称呼他 说 女儿啊 叫他女儿啊的意思 你们就看见他们 什么的差距了 年龄的差距 所以你们看 那时候波瓦斯的年龄 比路德会大很多 算算 年龄 那时候的女子 什么时候结婚 对吗 然后路德已经在 摩亚地 你们看见 路德就前面 一张两张的时候 他们在摩亚地 已经入了十年 他们没有儿女 所以你看算算看 路德的年龄的时候 二十三四岁 波瓦斯 广路德叫女儿啊 说你们看见 他们的时候的年龄的差距 波瓦斯说 说路德 说你没有去 跟从一个少年人 去愿意说 在这个本族本乡里面 嫁给一个近亲 而且他是按照 拿厄米的计划 说拿厄米要成就 路德和波瓦斯的婚 你们看 路德 他的心意是什么 他就是要跟从 然后在这个 敬前他知道 拿厄米的家 他们是敬拜耶和华的 他们也知道 他也知道 他们的律法 他一切的这些事情 拿厄米 他从拿厄米的身上 都会有学习的影响到 他要在这个本家里面 听拿厄米的话 要为他们这个家族 生下后裔 敬前的后裔 耶和华的子民 上帝的子民 上帝的百姓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 波瓦斯所说的话 说你末后的恩 你现在所做的 你愿意嫁给一个 比你大这么多的 你就是为了 这个你的 你的 你的 你的婆家 你所嫁给的 这个家族 他们的信仰 他们的信念 为了他们 生下 敬前的 后裔 这就是 波瓦斯说 你这样 所做的 比你先前 所做的 就是更有 贤德 他先前 做了什么 拿着你先前做 路德 先前做了什么 你们看到 一章 二章的时候 波瓦斯也知道 他说 你跟着你的 婆婆 然后你怎么样的 来侍奉 来服侍 你的家 你的丈夫 你的公公婆婆 你好的品德 你的德行 都传在 百姓当中了 你现在又不抛弃 你的 你的 你的婆家 然后跟他一起 来回到 他们的本族本乡 来侍奉 他们的上帝 这些我都听见了 波瓦斯跟他前面 一章二章的时候 你们去看的时候 那就是 他先前的 路德 先前他的生命 所表现出来的 他的贤德 而现在 他愿意嫁给 比自己 达那么多的年龄的 波瓦斯 要为这个家族 产下后裔 留下后裔 波瓦斯说 你这样做 是有更大 对 是 你彰显出来 是更大的 一个恩惠 更大的 贤德 有没有怎么样 我们就看见 路德心里面 所想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还有 在旧约里面 我们还可以看见 从创世纪里面 我们也看见他嘛 你们去看的时候 也是 他们要为这个家族 要留下后裔 留下上帝的百姓 因为这样的 他们这样做 上帝说 他们有极大的贤德 他们是极大的贤德的名字 因为 他们敬畏这位上帝 他们盼望从这位上帝 得着那大的恩惠 因为他们愿意 因为他们愿意跟这位上帝联合的时候 他们知道 他们的生命是蒙福的 是蒙大福的 对兄弟们 我们看见 我们看见这里面 路德 所思想的 我们 思想什么呢 那末后的 现在的 对兄弟们 我们想到我们自己 我们的生命的品格 我们怎么样活出 一个有贤 成为一个 被称为是贤德的人 你看 波阿斯 这次生活 说人们都知道 我们本城的人 都知道 你是个贤德的女子 贤德 其实这时候 称 路德是贤德的女子 跟第二章 介绍波阿斯的时候 波阿斯是个大财主 但是现在在修莱文里面 他们是用同样的字来形容的 贤德 就指向他们的品格 就讲波阿斯大财主 并不是指他是钱财的方面 那是指着他们高尚的品格 弟兄姊妹 你们觉得我们想到品格的时候 什么能够激励我们 让我们要淘造 我们要一个美好的品格 我不知道你们有听没听过 说德行 品格 那真正的根基是什么 那foundation 如果人不是 人不认识上帝 人没有信仰 品德 道德 是没有根基的 我为什么要善待别人 我为什么要有一个好的品格 如果不认识上帝 那你觉得我们的品格有真正的那根基吗 我们不可以害人 我们要善待别人 我们要帮助别人 我们要流露出爱的生命 这一切都之间都是你算来算去的真正的根基 那是因为我们敬畏神 因为上帝要让我们成为一个 活出来那个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的样式 就是让我们能够像人一样活着 你们也曾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 在国内的一个小敏写家男士选的那个姐妹 她曾经写过一首诗歌 里面就唱了说 让我们可以像人一样的活着 就是因为您帮助我们 激励我们 感动我们的心 成为我们的力量 成为我们的喜乐 让我们如今可以像人一样活着 我们人是有道德的 是要活出品格的 因为上帝的缘故 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 被造的 人若没有神 不认识神 算来算去 人是没有道德的必要的 我们吃吃喝喝吧 因为明天都要死了 世界没有神 圣经人不这样说吗 对于那些没有神的人来说 他们就说 我们吃吃喝喝吧 因为我们都是为杜甫活着的 明天都要死了 贤德 品格 我一下子就想起来 菲利比书 前不久了 查过菲利比书 菲利比书 第四章 有一节经文 我相信你们是常常会背到的 一些其他的教会 也会激励大家来背 背经文的 弟兄姊妹 我们常常把上帝的话 背在我们的心里面 这些经文就要随时成为我们的提醒 我们的帮助 我们的督则 圣经要说 我们要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 免得我们得罪他 如果你现在没有神的话 你怎么知道 哪些事情是得罪神的 不要做 哪些事情是荣耀神的 你要去做 弟兄姊妹 激励大家 背上帝的话 因为我最近也激励自己更多的背经文 当我要背经文的时候 你要更深刻的来理解这些经文 你更深刻理解的时候 你就要得益处了 你要深刻的理解 更好的理解的话 你是背不下来的 弟兄姊妹 你不信你试试看 你回去背 今天就把这段经文回去 把它背下来 好吗 你会发现 你那必须得找到如何的连接的逻辑是什么 你更好的理解的时候 你才能不能背下来 我也是在背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才体会到 哦 原来没所体会的那一部分 你看 逐意精进了 菲律宇书四章说 逐意精进了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了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是不是 我相信你们当中有人背过 是吗 可是弟兄姊妹 我想请你思想一下 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保守你什么心怀意念啊 我说 你看英文就说 保守你 Gard你的heart 你的mind 保守我的头脑 我的心思意念 我的头脑 我的心思 我的一切所想的 所谋算的 那我谋算什么呢 那要把我的心思 我的心思意念 做成什么样子呢 他讲的心思意念 说你突然这 什么心思 什么意念啊 没有了 当你看这经文的时候 他一定在这一段里 讲了什么 如果没讲什么 那你就要朝上面去找 或者朝下面去找 他讲的什么心思意念啊 他不会干干白白的 就在那两个字 完全没有任何的上下文 你看下面看的时候 就看到了 保罗所讲的 说凡是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有什么有德行的 得称赞的 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几乎几乎 我就找着了 我背着那经文的时候 找到了 什么心思意念啊 谁要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 什么样的心思意念 让你们的心思意念 都要是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有德行的 能被称赞的 弟兄姊妹 这就是神要保守我们的 这样的心思意念 你看 这刚才我们讲 那就是彰显出我们的品格 让我们之后也成为一个有高尚品格的人 能够彰显出神荣耀的品格 你们看 我们也想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出这样子 因为你看 波斯说 路德 他是个有德行的 有贤德的 已经传在本城当中了 人都听见了 可是波斯说 那你幕后的恩 比你先前所做的更大 弟兄姊妹 我先要可想 我们也渴望 渴望 我们能够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 然后我们就去做了 我们就去怎样的 按照神的激励 依靠耶稣 让我们被激励 我们有这样的心思意念了 让我们可以去行 去 彰显神的荣耀 靠着神的能力 我们看见 正面 那我们知道 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什么呢 我们人活着 记得圣经的整句话吗 弟兄姊妹 我们活着 在乎盼望 我们人活着 乃在乎盼望 弟兄姊妹 你们盼望什么呢 你们在盼望什么呢 我们知道 人没有食物 没有水喝 对吧 你几天就死了 对吗 可是人 没有盼望 你就一刻 也不能活下去了 弟兄姊妹 我想你们都是有盼望的 对吗 我们希望我们的明天 会更好 是吗 还有呢 你要更远 我们要夺得 数天的盼望 我们是神的儿女 是吗 你看 这里面 我们读到的经文 让我们末后的恩 比先前的 要更大 弟兄姊妹 你将来的恩 你将来的生命 你将来要得 什么样的赏赐呢 圣经上说 让我们 把积累财宝 在天上 因为天上 没有虫子咬 没有盗贼偷 弟兄姊妹 我们有把我们的财宝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呢 我们有把我们的财宝 积累到天上了 曾经有人举过这样的一个例子 说 哎 朋友 我给你 一个 给你一百万 但是 三天以后 你要还给我 靠你 你觉得吗 我给你一百万 三天以后 你要朋友 你拿到这一百万 你会喜乐吗 不喜乐 为什么 三天 那不是你的 然后没了 是吗 钉子没 我们人生也是短暂的 七八十年 八九十年 跟永恒比起来 有多长呢 七八十年 跟永恒比起来 有多长 我们是定经在七八十年 还是要定经永恒 而且我们也知道 圣经上也告诉我们 我们将来如何度永恒 要在哪里度永恒 是取决于我们这七八十年的 所以我们这七八十年也非常的重要 你这七八十年是怎么活的 就决定了你会在哪里度永恒 这又怎么 七八十年 很暖 很短暂 但很重要 他决定了你将来 要在哪里度永恒 你有没有积累财宝 在天上 有天上的基业 这里我们看见说 你要我想你末后的恩 我们现在的七八十年里 上帝给我们许多 上帝对那些不信的人 也有不识的恩典给他们 圣经上告诉我们 关于上帝的事 人所能知道的 原显明在他们的心里 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 虽然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其实给那些不相信的人 都可以看见 这些不识的恩典 是为什么给他们 让他们或许 他们可以思想 那位可敬畏的上帝 放天造地的上帝 他为造物主 可以来寻求他 可以借着这个短暂 可以得永恒 可以借着先前的 这些现在的 让我们思想到 那将来的 那末后的 弟兄姊妹 保罗 恒明说 这一段的经文 让我们也看见 在腓立比书 刚才我们也读到了 第四章 现在第三章 保罗说什么呢 保罗说 先前我以为与我有益了 我现在都因着基督 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 以认识我主 耶稣基督为至宝 你看 他说他当万事 都当作有损的 弟兄姊妹 你体会到什么意思吗 你看 你身旁的一切 有形有 有形的 这些物质的 你所能看得见的 保罗说 我把这一切 都当作有损的 弟兄姊妹 你说他我不 我看着宝贵的 我还困着他冲锋陷阵 摆上生命 是吗 保罗所要告诉我们 什么意思 一切拦阻我们 去亲近耶稣基督的 去跟随耶稣基督的 保罗说 我把那些都当作有损的 弟兄姊妹 你生命当中 也有哪些的事物 拦阻你跟随耶稣基督的吗 他说你今天 一来思想 我生命当中 是不是有哪些拦阻我的 拦阻我亲近耶稣 拦阻我更爱耶稣 拦阻我更跟随耶稣的 那些都是对你有损的 因为他是拦阻你的 拦阻你的得幕后的更大的荣耀和恩典的 弟兄姊妹 让我们看见 这幅图画 就是路德记刚刚呈现出来的 他们听见上帝的恩惠 要赐粮食 给玻利恒 给他的百姓 我知道 柏利恒是耶稣基督降生的地方 你听见柏利恒是什么意思吗 柏利恒在西伯来文里面 是 梁仓 是梁仓 耶稣基督是呢 天上的梁 你看 天上的梁 他降生在 柏利恒 梁仓 你借着地上的梁仓 让你看到天上的梁降下来 因为我们不是只是为我们的度福 上帝的恩惠给我们粮食吃 可是你看见天上的梁降下来了 耶稣是那天上降下来的 要喂养神的百姓 生命的 你看那温暖的光 那盼望的光 你从来图画里看见了吗 上帝的恩惠 临到我们 约翰福音说 生命在耶稣里面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你能体会吗 生命在他里面 生命在耶稣里面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弟兄姊妹你们现在能看见我 你们也能看见这幅图画 是因为 我们这房间里面 有光 有灯光 是吗 让我们的心被开启 我们的心能看见 不是我们的心灵看不见 那是因为在黑暗里面 弟兄姊妹 我们的灵魂的眼睛要能看见 怎样能看见呢 我们的生命要能看见 什么东西能看见呢 那得需要光 弟兄姊妹 还有光 你的心灵里面有光吗 你心灵的眼睛是昏暗的吗 还是你的心灵的眼睛看见了呢 生命在耶稣里面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人的灵魂的光 你的灵魂的眼睛能看见 是因为耶稣 耶稣住在你的里面 你的眼睛才是明亮的 弟兄姊妹 耶稣在你的里面吗 耶稣说 因信 耶稣就要住在你的里面了 你的眼睛就要能看见 看见上帝给你的盼望 给你看见莫大的恩惠 上帝要让你去得的 弟兄姊妹 耶稣要让我们跟随他 路加福音说 告诉我们 我们为自己 为我们自己奔奔忙忙 我们要救自己 让我们的日子过得更好 你会 结局就是失掉生命 你跟随耶稣 我们生命都会死的 对吗 但是我们的死 或生或死 我们是属于神的 保罗说 我跟随神 我生是彰显基督 我死就有益处 对兄姊妹 我们生 死 是有益处的 因为我们是 每一分 每一秒 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了 当我们这样 来在我们的世间 来活着七八十年的时候 让我们这样的恩惠 让我们就为了追求 那更远的将来的 更大的恩惠 让我们从今时 将想到我们的将来 也愿这段温暖的光 这幅图画上面 上帝赐恩惠给他的百姓 也要照亮你的心 让我们在这个季节的里面 庆祝耶稣基督 为我们降生的 这样的季节里面 这一束温暖的光 照在你的里面 这位盼望的光 照在你的里面 也让我们的心 这样的被激励 被激动 我们感谢神 在这样的季节里面 赐盼望给我们 他要赐极大的恩惠给我们 我们得着了 也要把这一份 这样的盼望 传给更多的人 也就是这个季节里面 庆祝耶稣基督 为我们诞生了 这一份救恩 乃是为全人类的 让我们知道 我们担负了怎样的责任 我们有了盼望 也让我们就借着 耶稣的光 我们亲近耶稣 我们也得着耶稣的光 他像太阳一样 我们就像月亮一样 也要反照出耶稣的光 要照在人前 这就是圣经上说 我们也要成为那光 成为那光 光就要照在 海岸里面了 愿我们的生命 这时候也充满了 从上帝而来的光 我们的生命 是被照亮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生命 是何等的渺小 我们本来 就像这世间的灰尘一样 消失了也没有人知道 然而我们现在 就成为了极荣耀的 我们今天 成为了何等样的人 我们成为了上帝的儿女 有永远的生命 我们今天是一个新造的人 披戴耶稣基督一袍的 那洁白的一袍的 上帝您看我们是个义人 是一个完全美丽 毫无瑕疵的 主啊 这一切都因为耶稣基督 主啊 我们在这个 庆祝耶稣基督 降生的日子里面 让我们的生命被激励 让我们的心 为我们的主耶稣 来跳动 我们感谢您 我们也要 让我们的生命 我们先前蒙受了 何种大的恩典 我们也要为了 那个更大的 那幕后的 像路德所看见的 他看见那更远的 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 要投资在 投注在 什么事情上面呢 要得那更大的恩惠的 要为了那个更大的 上帝您所为 为我们预备的那天上 不朽坏的基业 主啊 我们向着这个基业 来奔跑 主啊 您帮助我们 我们这微笑的生命 来向您献上的时候 您就要在生命 我们的生命里面 来成就 那奇妙的工作了 因为在我们那一切 相信的人身上 主啊 我们的生命 就要彰显您 浩大的能力出来 您要借着我们 行其妙的神迹 愿我们的生命 也在更多的人的面前 成为神迹 被您来使用 带领更多的人 来归向您 我们感谢赞美您 在这个 庆祝圣诞的季节里面 见愿耶稣之心 也能够 更照亮更多的人 吸引更多的人 来到您的脚前来 主我们感谢赞美您 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